最后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做一个 BMI 的 form 对不对 所以最后把它 run 完之后 大概改了几个地方 就是会多一个 BMI form 出来 按照顺序好了 1 一定要是 BMI form OK BMI form 其实你可以把 ADD form 拿来改 OK 只是说你要把它美化一下的话 你自己再加一点东西 反正基本的样式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当样板拿来改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 views 里面的话就是跟他讲说将来如果 这个 UIL 如果指向到我的话 那我就帮你把这一个 template 把它秀出来 大概是那后面不用 locals 不过你到后面你要不要加 locals 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你这个 locals 指的就是你目前 这个 function 里面有的区域变数 local local 就是区域的嘛 区域变数你帮我全部带过去 意思就是说打包 顺便除了带 template 之外的话 也顺便把资料带过来 OK 因为前面这边有 因为这个是有变数 有没有 把这个后面前面有 BMI S IMG 这三个顺便把我丢给他 那你可以写 如果没有你写也不会错啦 只是说写的等于多余的 OK 大概是这样的原理原则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查一下就知道了 而且写来写 你写久了大概就这样了 不管写什么东西嘛 你写 APP 也是一样 APP 里面满多都 MVC 有没有 就是给那个 data 给他一个 view 给他一个 sea controller 用什么去控制 大概就这样 那那个 Jungle 的话 他有一个原理原理叫 MTV 他比较不遵循 MVC 他又有一个自己弄一个 MTV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查一下他们观光的说法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大概就讲这样 就是我把它先弄起来 弄起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后面再加一个所谓的缝 那应该就 OK 所以基本上 我就把这一串 OK 然后丢到我们的网页上 让他弄一下 那应该没有东西 不过你会发现他会 列出你现在有的 UI OK 然后把这个缝 丢过来到这边 把它贴上应该 OK 当然未来如果你不希望 让他出现这个错误讯息的话 你就加一个 debug 等于 false 就好了 那个 setting 里面有 然后他就出现了 OK 好 升高输入一下 提中输入一下 OK 然后提交一下 OK 如果看到结果如果正确 那就 OK 标准 OK 然后一样他会把 BMI Action 就丢给他 只要你没有指向错误的话 我觉得好像还蛮 OK 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一题讲完 我刚刚也有把那个相关的程式码贴到这边来 另外的话底下还有几题练习题 包含就是那个我们的什么 就是计算那个圆面 圆的面积 圆的 圆半 圆周吗 还是圆半径 输入那个查他的那个面积 还是他的那个面积 查面积部分 所以这一题的话 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原来是 cycle 输入一个半径 他会告诉我面积 那一样你也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请输入半径 把它改一下 其实原理原理的差不多有多少 所以该有的东西都有 那再来的话底下 我们有一个练习底下 就是我希望 假设我要把这里面的这个清单 这个是一个YouTube的一个清单 里面的话就是 我好像每一桌都会给各位 有没有 就是那个上课录影就这个 那如果这个上课录影 每一次都要点下去 其实有点不方便 我希望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这里面东西第一个爬 用爬虫 爬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这个标题 一个一个 比如说这里面总共有9个对不对 那你要帮我爬到哪里呢 爬到一个下拉清单里面 有没有这个有个下拉清单 就帮我把它塞到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所以你可能需要的吧 先用网络爬虫 用那个request 加上beautiful sub 然后把里面的这些爬过来 那背后的话要送出对应的那个网址 所以背后的话另外你还要爬什么 爬里面的那个 这里面按右键 我把它检查一下 就是爬它里面的这一个超连结 里面的这个东西 OK 就这一串 其实它背后的这个网址 它的超连结就这一串 它变连结 就这一串 OK 那我要把这一串怎么样 其中的 list end的前面 其实就是wash 执行 有没有一个问号 v等于什么 所以v等于后面这一串到end 这一串是我要的 那我要把这一串抓过来 也就是清单里面是看到是这些 这些名称 那背后实际上就传这个网址 传到哪里呢 你要必须给它一个立班可以接 那也就当我按送出的时候 自动就帮我把它切换到那个影片 对不对 比如说我第一个 这个 这个画面里面 第一个就是显示出来就是一个下拉清单 不过这个下拉清单是不是固定的 是动态去抓我youtube上面的清单 把清单里面所有的资料抓过来 第二个的话 当我按送出的话 必须把它的连结带去给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URL加一个view 让它怎么样 可以帮我秀出这个影片出来 这要怎么做 可以想想看 底下有一些参考 而且你也许你如果会的话 你可以不用参考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也就是说view的URL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form 一个是里面的Youtube播放 另外的话views对应到就是转换到我们的清单 然后背后的话就是要把最后的画面给做出来 还有template也在这里 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怎么用python去爬 不过爬可能要装这两个东西 OK 因为这个两个我是没有讲过了 如果回去里面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玩玩看 这个挑战性有点高 再来下一周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 第32个单元 就是之前回圈的那些范例 包含像什么 猜数字游戏 慢的CAI 或者是之前讲过的那些游戏 把它转一下变成一个python 再来后面大概都差不多 像再来有资料库 档案跟资料库 怎么跟Jungle做结合 最后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section 你跨不同的网页 你必须要把资料先丢给section寸 类似像登录画面 会员资料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今天的部分的话 我刚刚讲到就是主要 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 试一下计算源面积的那一题 然后另外的话 假如你对网路爬虫 有概念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把YouTube清单里面的资料爬下来 爬下来之后的话 塞到我们的表单里面的清单 所以这个表单是动态丢的 然后当我按下某一个 自动播某一个影片 我就不用去跳到那个YouTube才能看这些影片 而且比可能YouTube还更方便 因为YouTube它就固定那个样板 那我觉得它样板有点太复杂了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自动帮我把那些东西自动抓过来 自动放到我的清单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我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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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